星期三晚特首,阿諾在廣州陪你一齊守 好,這個寒假裡面除了看牙看眼之外 醫院裡面還有一個科室可以說迫滿了學生哥的身影 什麼科室呢?就是學習困難瞞診 過來就診的大多數都是中小學生 學習困難成績跟不上都是共同訴求 學習困難是否真的一種病呢? 應該怎樣治療呢?我們今晚收手吧 在南通大學附屬醫院學習困難瞞診 寒假期間很多家長都帶小孩過來問診 星期六、星期日,每天放出50個號 很快就被預約一空 進入寒暑假之後需求量非常大 確實有一號兩星的情況 但是我們都會盡量滿足家屬 會在門診的當天我們會有色彈的家號 學習困難瞞診自2019年開始以來 每年接診近千名的幻兒 接診對象大部分集中在小學階段 也包括中學生 針對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和學習障礙等 醫生會進行干預治療和指導 傷口注意力不聽聲 不能繼續完成作業 在學校不聽指令打擾別人 當然我們要從這裡面篩除出 一部分是注意力缺陷 那麼還有一部分它本身是智力的問題 還有一部分是自閉的問題 我們會給它進行區分 那麼我們也能針對不同的進行不同的治療 醫生介紹患者當中約有60%以上是因為注意力問題導致學習困難 其中環有兒童多動症的孩子佔了一半以上 多動症屬於晚性病 治療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和睦的家庭關係、輕鬆的家庭氣氛 也都是治療的重要一環 兒童多動症確實現在就跟環境 跟電子產品的使用 確實還有小時候因為父母忙於工作 都是爺爺來帶來有很大的關係 它是一個綜合性因素引起的 比如說家庭的訓練療法 以及急早地去關注 小孩要多跟小孩多溝通、多交流 急早地發生問題不要迴避 也有家長抱著等成績不理想的小孩 盡快提高成績的想法而來 但醫生強調成績不理想不等於學習困難 學習困難悶診 並不可以一次性解決一切學習的問題 學習困難悶診當然是想幫環兒提高學習成績 我們更多的就是分清楚原因 第二個能夠針對不同的病因進行治療 確實很大一部分能改善學習狀態 除了學習困難之外 腸胃不觸當同樣也要找醫生 春節期間親朋聚會就很多 免不了大魚大肉 經常這樣吃 腸胃負擔肯定重 假期過後如何保護自己的腸胃呢 今晚授手 最近來看腸胃疾病的病人 在春節前要多一些 就是來看急診 假期聚餐比較多 高支飲食、過度飲酒 暴飲暴食等加重胃腸負擔 還有些人出外遊玩 到了外地 可能還會出現水肚不復的情況 有些年輕人平時吃飯就比較任性 不定時也不定量 例如早餐不吃 到了最差就大喝大吃 有時候太飽了 腸胃肯定就頂不住 假期就結束了 大家要回歸工作和學習 就要盡快調整 就要盡快調整 看廣東各地是怎樣創新 謀未來的 今年佛山提出 要大力推進這個產業和科技 融合罪便 以實際行動 大渣發展強化經濟大市 真正的行動 真正挑起大糧的使命擔當 最近佛山舉行了2024年 新春重大項目集中開工活動 有怎樣的重大項目 我們今晚了解一下 一聲零下 偶記齊頭並進 來日佛山全市集中開工 123個重大項目 總投資985億元 這批奮力充斥的開門行的重大項目 涵蓋了AI視覺 智能機器人等高新技術產業 主要是生產高端的精密機械製造產品 整個項目投資要接近100億人民幣 國產本身就是一個製造業強勢 所以將來的整個產業鏈配套 就是我們的上游企業 也會非常豐富非常便利 當前佛山正大力推進新型工業法 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設 一季度集中開工的產業工程項目中 涉及高新科技 高新科技的產業科技類項目31個 科技創新是我們作為 裝備製造業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在這幾年也是不斷加大對科技的投入 聚焦在像數字化技術 仿真技術 新工藝應用和新材料技術 就是瞄準著未來的產業發展的 一些基礎性和簡單性的技術 佛山今年提出要加快科技型企業 低度培育 2024年佛山高新技術企業 數量爭取達到1.1萬家 科技型中小企業新增500家 歷增社會研發投入強度達3.4%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機構建有率達60% 當前佛山已經形成了支持創新創業的濃口氛圍 其實佛山是一片創新創業的惡土 一直在營造科技創新跟成果轉換 相結合的社會環境 來到佛山創辦企業 其實就是成果產業化 而這些也離不開科技金融和人才的支撐 我們佛山鮮護實驗室 是以開發新能源 特別是氫能的應用技術 為主要目的的一個研究院 佛山是一個製造業大師 工業基礎的強大 為我們科技創新和我們科技創新成果的應用 就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 但生製造業當家的下一個目標 是到2030年 虛順工業總產值由現在的3萬億元 約升至4萬億元 為此佛山提出要變中求進 在變中突破 推進產業和科技融合最必 發展新質生產力 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 而在珠海那邊同樣都是熱火朝天 今彎區大部分的企業 已經穿到復工復產模式 全面復產之後釋放更大的一個產能 開足馬力亡生產托市場趕訂單 力增這個新春開門紅 收手 新年開工這一天 記者來到珠海的這家債約公司走房 在現場 記者看到公司領導正將提振士氣的開工紅包 交到反光員工手中 並送上新春祝福 企業裡面一派長和喜慶 共同迎接新年新氣象 我們95%以上的員工全部到港 公司各部門各車間都已經準備就緒 開工儀式結束之後 員工立即投入到新年繁忙的生產中 公司8個原料車間和4個製製車間已經全面開工 據了解 在正式復工復產之前 企業還開展了全面的安全生產檢查 對可能存在的安全隱患進行了排查治理 並組織開展了安全教育培訓 全力做好折後復工復產安全生產工作 今年這家債約公司也迎來了開門紅 訂單不斷 需求量大 春節期間 企業兩條生產線不停產 工人輪班轉 當前全面復產之後 將釋放更大的產能 全力以赴趕訂單 忘生產 開年訂單其實從年前就開始了 年後還是會銜接年前的這種趨勢 應該說還是比較旺的 然後比較迅力 身上經營都配合得也非常不錯 訂單還是比較飽滿 此外 今年該製油公司還穩步推進增資礦產計劃 新建的製製五車間即將投產 該車間採用國內領先的生產設備 年產量將達到60億粒片 將進一步提升企業生產效應 為企業發展注入新動力 做好我們原料和製機板塊的工作 爭取在去年的基礎上有所增長 第二個就是 要加大我們研發的投入力度 我們要增加研發的項目 要多出成果 出好成果 第三個就是 我們今年製機的新的五車間將要投產 同時與五車間所配套的新的配套倉庫 也準備開始建設 另外最近全球首部的大型甲醇動力集裝商船 安尼馬士基倫 首次抵達深圳的鹽田港區 離開中國之後再滿貨物開往歐洲 這也是甲醇動力集裝商船 首次在全球主幹航線上運營 收藏 最大裝商量超過1.6萬標準商 這個也是甲醇動力集裝商船 首次在全球主幹航線上運營 為了該集裝商船的首航工作 深圳鹽田國際做出準備 同一個安上供電設施向船部提供電力 可滿足船上加熱、通訊、照明等電力需求 實現船部停靠期間的零排放 零污染、零噪音 這艘集裝商船的靠拍 不僅標示著國際航運 又開創了一綠色航運解決方案 也是對深圳鹽田港 深間智能綠色港口的認可 目前深圳鹽田國際亞歐航線 合計30條 平均每天有各達4條亞歐班輪 開往歐洲 另有天然的深水港優勢加持 擁有粵港澳大灣區內 唯一近18米深、475米闊 可以實現2萬噸級船舶 全天候雙向通航的天然航道 以零時差、零潮差 滿足超大型船舶的高效進出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干擾 發布了5年 深圳出台了一系列 對於香港青年創業扶持的政策 吸引了很多香港的年輕子女 來深圳大展拳腳 其中包括了以下3位 大家都熟口熟面的香港藝人 不說你不知 他們已經在深圳開了7間小食店 不妨看看他們創業的故事 從演員變身為來深創業的香港青年之後 粉絲們親切地稱呼他們為李老闆 張店長和羅小儀 我們的店 是以香港小食作為主題的一個店 然後我們的一些招牌 包括有我們的雞蛋仔 有丸仔翅 有炸雞翅等等 因為是要過年 過年我們中國人都是包餃子 那我們今天要包的餃子的餡料 就是我們丸仔翅裡面的主要食材 丸仔翅是香港街頭名小食 其材料以粉絲為主 以麻油、節粗、胡椒粉調味 為了令深圳市民能夠品嘗到 更地道的香港美食 他們創新地把丸仔翅和雞蛋仔結合 吸引了大批故障 那我們要去嘗試的話 我們最低的成本就是在營地 吃了四、五個營地 我們當時最厲害的時候 有五個營地的店 覺得可以了 那我們就開始發展實體店 店舖增多 往返深港的次數也在增多 現在是深港之間便利的交通 令他們可以倚藝和生意兩不五 如港澳大灣區發展規格干擾 發佈五年以來 深圳出台一系列 對香港青年創業扶持政策 也都令他們進一步 在深圳紮穩腳跟 創業至今 他們已經陸續在深圳福田 龍華、南山開了七家小食店 除了有啟動資金、社保等等 所有東西加起來 對我們是一個非常大的幫助 看得出深圳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城市 除了創業、掘金 當然還不少得來旅行 春節期間深圳的住宿、景區等等 民旅消費規模 同比增長超過78% 看看深圳排名前三的熱門景區都有哪些 收手 今年出節期間 深圳各大景區客流如跡 數據顯示 世界之槍 感受中華民族村 深圳野生動物園 成為了爬行前三的熱門景區 我們是從河南來的 來這裡玩是因為我們是北方 就想到暖和的地方 然後我們來到這裡 不管是住的、吃的 都是覺得挺好的 很滿意 今年春節公園接待遊客 近50萬人次 高峰值出現在年初二 當日接待遊客達到10萬人次 客流量較去年相比 增長了200%以上 本地遊客與外地遊客各佔一半 消費平台數據顯示 春節期間 深圳住宿、景區等民旅消費規模 同比增長超過半至78 外地遊客的入住 也帶動了酒店餐飲 和周邊民旅活動的消費 從除夕到初七的話 酒店整個的住房率 已經超過90% 目前為止我們的住宿 應該是到3500間夜 然後是接待的旅客 超過了7300多名 我們是從雲南來的 今天是第四天 挺好的 第一個就是深圳 我覺得街道很乾淨 然後就是這次入住的這個酒店 服務態度也非常好 然後大家玩得都很開心 數據顯示 春節假期 深圳入境遊訂單量 同比去年增長了近兩倍 入境遊主要客源地前五為美國 馬來西亞、澳大利亞、越南和英國 出去來看 今年春節 深圳的旅遊市場的表現是非常好的 位列路進遊的目的地的前世 也就是說 深圳在國際的旅遊方面 國際的遊客來到中國 他可能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北上廣深 潮州民宿客棧 在經歷了這個爆款春節之後 還是很搶手 他們也做好準備 迎接這個錯峰旅遊的遊客 收手 初一至初六 潮州市大多數民宿客棧 全部滿房 經營者忙碌而起願 全力做好民宿客棧的衛生、安全 力求為遊客和住客 帶來高質量的服務 一個月前吧 就開始接受預定了 今天行情還不錯吧 從三十晚就滿房 一直滿房 遊客來的時候 我們都是有把這邊的景點 節目 春節的節目都一一介紹給他們 大概在過年前半個月 就開始有客人預定 我們是從大年三十晚上就開始滿房 逛古城、上飛圍、食美食 遊客們在潮州的行程 都安排得相當豐滿 收穫了良好的體驗 而住得好 也有完美旅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少遊客 都對民宿客棧表示滿意 吃得天下 我們就是為吃而來 為吃而來 對… 那感覺住得怎麼樣 在這邊客棧 非常好 很乾淨 特別衛生 然後老爸老爸娘服務很好 這幾年 潮州市的民宿客棧 搭上了發足發展的順風車 精品化、個性化、規模化的民宿客棧 好像雨後春筍般湧現 民宿客棧的類型更多 單間、標間、套房等一應俱全 更好滿足了各類遊客的需求 我們從北京過來 準備留一晚 就往汕頭租一晚 再去廣州 但是來到房東這個房間 覺得挺好 入住感覺挺好 我們就去訂了一天 價格也挺好 對 比別的 這是物超所值 沖一杯功夫茶 和遠度而來的遊客 介紹潮州的美景美食 令遊客奔志如歸 做好品質 營銷到位 不少民宿客棧 吸引了不少回頭客 孩子們他們去年都來過 去年來過這裡 感覺到這裡不錯 今年又特意拉著我們老兩口 過來坐海圈 太好了太好了 昨天剛來到 春節假期雖然結束了 但古城的民宿客棧 仍然繼續備戰 迎接錯風旅遊的旅行 接下來環境還是會陸陸續續的被預定 因為很多客人都覺得會在錯風之後 過來旅行會更划算 接下來可能會旅行團來得比較多 遊客們我們跟他交流成為一個好朋友 他說經常還會來我們這裡 希望遊客過得很開心 玩得很幸福 經常帶家人一起過來 如果你覺得玩得還未夠猴 不妨學習下面這些北方的遊客 好像猴鳥去到陽光的海陵島過冬 一玩至少一個月 有的甚至三個月 氣候而人的廣東 住在那裡真的不捨得走 閉嘴 陽光海陵島旅遊景點更多 而且很多都是免費的 很多校料式的遊客 靜沐浴冬日的暖陽 死亡地遊玩 天南地北的語言在這裡會習 很漂亮 我們都喜歡大海 在大海邊放聲歌唱 跳舞都可以 我們已經第三次來了 那太適合了 空氣新鮮 這個溫度正好 在陽光海陵島谷寮村 遊客們漫步在曲徑通幽 繁花似的村落中 觀賞著既有圓林軟樂式的風雅 又有碟軟式大氣的民宿 不時影響留念 樂而忘返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 是冬季遊客打卡最多的景點之一 他們在各個文物展廳 觀賞南海一號出水的各種精美文物 了解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 此外 海陵島的康養配套設施齊全 親民的房價降低了後料的度假成本 加上氣候宜人 很多候料在海陵島居住期 小的有一個多遠 多的有三個多遠 我們已經來一個月了 再住兩個月過完年走吧 時候我們的老年人過冬 股價還是比較優費吧 菜市都是比較齊全 據陽光海陵試驗區 旅遊外視橋墓谷統計 2023年11月至12月 到海陵島過冬的候料 已經超過3萬人 比2022年同期增長了大概8至50 候料的增多刺激著冬季 康養旅居業的興旺 而海陵島借此時機 亦不斷加強優質產品供給 增強服務能力 令遊客感受到海陵的溫度 並且聚合全社會力量共享 共建、共治 持續創建、誠信海陵 為候料遊客 創建良好的旅遊環境 另外此建於北宋玄峰年間的佛山祖廟 堪稱領南傳統建築的龜堡 下面跟著我們的鏡頭 走進藝術殿堂 一起去探保尋龍 看看裡面殞藏了多少龍的元素 踏入佛山祖廟大門 應任眼簾的 就是一幅高3.7米 闊12米的雙龍兵 最初的雙龍兵 是建於上世紀50年代 因為歷史的原因被毀 1981年重建 上龍兵有著典型的南方巨龍形象 採用了石灣屠索製作技藝 一條火龍和一條水龍 在蔚藍的海面上面 戲玩著一顆紅色的龍珠 龍身四周圍躲躲長雲 在陽光之下 龍身、龍鬚、龍輪、龍爪 因不同的色彩顯得圓滑奪目 這一件是1981年 由十萬箭桃廠燒製而成的 少有的一件大型的桃樹晶片 雙龍臂的兩條龍 其實它都在爭牆中間的龍珠 成二龍珍珠之勢 左上角的這一條龍 它其實是在雲霧當中翻腾出來的 而在右下角的這個 它在海裡邊翻腾而出 非常有氣勢 也在佛山祖廟三門 不但雙岩穩重 設計也有極負層次感 主殿門的龍鳳對聯 是四百年來一直懸掛在這裡 這個對聯呢 其實是由我們明代的戶部尚書 李戴問來提寫的 在古時啊 我們佛山的地形呢 為祥龍之勢 焦龍之勢 所以奉行跟龍士呢 特指我們佛山陣 而這三尊地 則是我們佛山得名的一個由來 在唐爭光二年呢 我們塔坡港的鄉民呢 就決出了三尊古銅佛 相傳呢是近代的時候高僧到此 來解法傳經的一個遺物 自此呢也將我們本地呢 從此就稱為了佛山 佛山祖廟的建築上 還有不少那些許許如生 神態覺義的灰塑作品 但以龍為主題的並不多 僅有的龍主題灰塑作品 為雲水龍 雙龍棄珠 而且是民國時期 布什家灰塑的代表作 兩條龍爭搶著中間的龍珠 以圓雕和浮雕相結合的手法 立體感 生動感非常突顯 而在清倦那邊 袁氏根雕飛為傳承人 整了一座龍形根雕出來 慶祝龍年 整件作品呢 整整整整整個月這麼久的時間 我們今晚開眼界 根雕形狀而出 藍木頭當時都是金扁的 龍追鳳 即是說這條根 就是留著它 可以有根鱸和肌肉 它動的時候 我們用的弓弓掉 可以這樣做出來 是嗎 袁氏根雕 至今已經有180多年的歷史 被列為清遠市 第八批飛為項目 而袁運雄 由於祖輩都是根雕大師 以袁木掩之下 他對根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袁氏根雕就是祖輩幾代以前 開始坐落 從來就是七八歲開始 看著祖輩的那些 就做了根雕 還一直哀嚎地學習 長大了以後 我一直都有做根雕 那時候也是二九 二六七年 專職作法 袁老師現在隨手拿起木頭 都能夠發腐朵為神奇 但他並沒有停止探索的腳步 他堅信 根雕作品沒有最好的只有更好的 我做事就是沒有人圖 沒有人圖子做的 山水化 我就不用畫 不用看 除了手就除了出來 我就看時間的形狀 袁老師表示 堅持和專注對於雕刻師來說 十分重要 他不僅會一直堅持鑽研根雕 亦都會將根雕藝術傳授給更多的人 令他們了解並愛上根雕這門傳統手藝 大家平時去驛站裡拿快遞都知道 周圍堆滿了這些包裹 工作人員很難看管到位 最近賊仔看上漏洞 專門到快遞驛站偷快遞 真的這樣都可以 收手 無奈前快遞員小陳到當地派出所報案 說自己負責派件的驛站 經常都不見快遞 從去年十二月底至今 已經連續四次發生快遞被盜的情況 損失很嚴重 因為快遞被盜的地方是一個廠區 人流量比較大 進出驛站的科物和人員也比較多 被案件的偵查帶來了諸多困難 我調去驛站內外蔣區周邊的監控 並結合快遞員所稱的 被丟物件的具體包裝樣式 屬於查找比對 成功鎖定了一名嫌疑人 同時我也發現 這名男子實施盜竊的時間段 和平次有一定的規律 推測近日還會實施盜竊 便在案發地點開診遵守 果然在嫌疑人準備再一次作案的時候 將其一舉抓獲 經詢問嫌疑人李某 對多次盜取快遞的犯罪事實公認不為 隨後文警在李某家裡 成功找回被盜的快遞七件 價值七百多元 據了解李某平時收入還不錯 但他偷這些快遞回去 都是為了自己使用或是成用的 目前李某已經被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案件正在准一步辦理中 另外前幾天下午四點多 廣州地鐵三號線上 有名男子突然之間面色發白 呼吸困難 說話都說不到 懷疑是癲癇發作 情況真的相當危急 看看熱心的乘客 是如何伸出援助之手去幫助他 驚險的一幕發生在廣州地鐵三號線 三號車廂裡 近日下午一名男子面色蒼白 四肢臭筋 失去儀式跌在地上 附近一名民警立即上前 對他進行急救 在我下班返程的途中 在龍龜站的時候 有一名三十多歲的男乘客上車後 不久發生了暈眩 粉身抽搐 發病男子攤在地上呼吸困難 沒辦法說話 楊景觀憑藉著多年的救援經驗 判斷男子可能是癲癇病發作 我就梳散旁邊的乘客 幫他把鞋子脫了 把他的衣服解開 給他一個更加呼吸更加通暢 就是不用那麼熱 後面解完了以後 我就扶住他的頭 掐住他的人中 掐了大概有兩分鐘左右 他慢慢地就恢復了知覺 恢復知覺以後 我就另外還有一個女的乘客 他就一起把他包裡面的印紙藥品 給他拿出來 和車廂的熱心乘客 紛紛加入救援 一個做護士的粉飾三女乘客 幫楊景觀禁住病人的人中 經過兩人密切的配合救助 最終吃了藥之後 男子的身體也慢慢恢復知覺 當地鐵去到下一站的時候 楊景觀和熱心乘客 一起將男子抬出車廂 交由地鐵工作人員救助 在這次的救助過程中 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 有很多惡心乘客 幫忙積水 還有緊急救助按鈕 我也非常感動 另外大家有時候出去聚會的時候 喝兩杯的時候要注意 最近有醫院收治了多例 因為喝酒誤吞牙籤的患者 你沒聽錯 是誤吞牙籤 收手吧 12月份的時候 12月份的時候 那你牙籤的時候 你吞牙籤 吞牙籤,吞牙籤可能滿久 沒不動 沒不動 晚上,喝得飽 他都… 他都痛了 他都發發發 近日晚上 李先生因為腹痛 來到醫院就診 一開始 醫生考慮到可能是藍尾炎 但通過腹部CT檢查 病患者十二指腸裡有異物 在病人的十二指腸這個位置 有膀狀的膏量影像 我們考慮還是牙籤刺穿的十二指腸 造成了一個局限性的腐膜炎 可能性比較大一點 因為十二指腸內的醫物不能自行消化 長時間就可能會導致局部的膿腫 為了取出醫物 當日晚上,醫生為李先生進行了手術 最終跟醫生遇上的一樣 醫物是一支五、六厘米長的牙籤 最近一、兩個月我們連續收了三、四粒 用牙籤標籤你的杯子的時候 你喝酒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忘了這個細節 第二個就是盡量不要在燈光 很困難的情況下喝酒 第三個就是喝酒前 一定要觀察這個杯子裡面 有沒有這些牙籤 或者別的什麼醫物的東西 醫生提醒 萬一不吞了疑問 不能夠麻木地吃東西或者喝水 最正確的做法是盡快到正規醫院就醫 過年吃年糕就是傳統習俗 老實說,除了年糕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款式的糕點 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特色的糕點 這兩天在通州的石港鎮 有些整糕師傅 早上早起床忙到晚上 老街上可以說飄著一些 很獨特的豆沙香和桂花香 走走 江蘇省南通市通州區石港 分高製作技藝非為傳承人張生 最近他凌晨三點多就要爬起來了 調製豆沙 還要把泡好的大米瓶乾打成米粉 分高從每年的經濟一直做到立下 工序不算多 但是工藝很講究 用的大米要浸整個星期 每天換一次水 瀝乾水之後打成米粉 硬生之後就塞進模子裡 最後用特製的工具 刮出一個個餡孔 把準備好的豆沙餡搓進去 都是碗米,全部都碗米 碗米,是不簡單 會是有什麼碗米? 碗米就有一個碳米 碗米,就是碗米,就是碗米 碗米,碗米,碗米,碗米 碗米不簡單 做豆沙餡也很有講究 要選本地的赤豆 煮上4個小時 再用2個小時去熬砂 然後過濾好後才可以下鍋 要放桂花陳皮 是碗米,碗米,碗米,碗米 時代在大大步地向前 但是傳統茶食在很多人心目中 還有著獨特的位置 雪白的分高,輕輕咬一口 已經有濃濃的豆沙香 還混合著陳皮和桂花的香味 這個才是當地獨有的味道 現在很多家裡 都會裝一些智能家居的產品 首當其衝的當然就是門口智能門鎖 隨著各類科技成熟的應用 中國智能門鎖產品的功能 快捷地更新替代 令到這個門鎖不僅能開門 更加有各種各樣的功能 令人耳目一新 收手 暫時代全部都滾出 你們由於出旅一下 期待會 在這個門鎖放了 我以為為一個人來了 會阿屹 都會自行 這個門鎖放了 當然 我們會不斷 先把東西提供 一邊讀 讓我來 再也 我們會 是 既然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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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cknowledge geme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海胎癌是地球上最年轻的沉織癌 它是由海生贝类 和沙石中的纹石 高尾方解石 在微生物的作用下交结而成 这种海胎癌形成之后 又容易受到海浪侵蚀而解体 没办法连续分布 很少有大规模存在 而海山海胎癌形成 长达几公里的癌体 规模之大 实宿难得 海胎癌的形成时间 大概距今五千年左右 然后它对研究古生物 补气候 沉积学 还有我们的海路变迁 这些方面都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那目前我们所在的海胎癌田保护区 它的海胎癌分布 目前已经发现了 全世界方位内分布最广 规模最大的一个区域 潮州 潮平 海山镇 海滩癌田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的建立 加强了日常的巡护巡查 及时发现制止破坏海滩癌的行为 并设立海山海滩癌展馆 为来访者详尽介绍当地海滩癌的特点 和形成条件等相关知识 管理处还与国内的科研院所 高校专家学者合作 研究制定海滩癌田生态修复方案 更好地保护海滩癌地质为止 好了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明晚到 明晚到